我一定要讲讲我这次跟随到美国的时候 我的改变是什么 因为我当时我到还没有到美国的时候 我很久没有跟老师 那是不是今天有没有新的朋友 有新的朋友请举手让我认识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有 那我要自我介绍一下 为什么人家叫我鹅妈 因为我的名字叫曾月鹅 那后面他们都叫我鹅妈 那为什么会叫鹅妈 因为我很喜欢做菜 那做菜给人家吃 人家就说你像妈妈 就这样叫鹅妈 所以在超凡 我的名字叫鹅妈 那后来我老公说 把我改的名字改曾月涵 陈老师有一天说 我们老师有一天说 奇怪 我怎么有多了一个钻石叫月涵 我不认识他 安理公司跟他说 那是曾月鹅改的 同样一个人 那我是在很久以前 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三十七岁静安理 我现在已经是七十几岁 那天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我看到了阮萧玲 阮姐 我跟她讲 我有看过你的情心慧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情心慧 那是很老的人才知道情心慧 情心慧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歌唱节目 所以我十六岁 那那个时候我们的阮姐应该十八岁 她在那边唱歌 好好听哦 我好喜欢听 我每天都会看 然后那个阮姐就跟我说 对对对 那这个是这个年代才会听得到的声音 现在没有人知道阮姐是阮萧玲 小姐是唱什么歌 她是唱蓝色的忧郁是吧 蓝色的梦 不好意思哦 我常常会给她改名字哦 就是只有觉得说 这个环境很好 既然我老公先做的 他做了就带我进来 他是做到海外旅游带我进来 当把我带到海外旅游的时候 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 我见到了最敬爱的陈老师跟季老师 然后就这样子 老师叫我说 我要跟着我老公一起进来这边 好好的学习跟成长 我心里在想 也不错哦 因为我的学历很高 台大毕业的 台湾长大 不是那个我们传人的台大 是台湾长大 那我是留音的 留学音歌 音歌有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可以大家分享 留音的 我的学历这么低 有一个地方可以学习很好啊 我就这样也会避到 但是我并没有听懂很多 平安心讲 因为学历不高嘛 比如说我记得他那些有学历的人听都会听得很清楚 我每次这个字都写错 就跟贵珠姐一样 那个字都会写错 但是自己也不明白那个什么意思 有时候都常常会问老师 老师一定会觉得这个宝贝时代也很可爱 但是就是很傻瓜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只要愿意学习 但是过去的我 就是季老师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们只要做到针石就好了 爸爸都常常这么说 但是最近爸爸在拉斯维加斯讲了一句话 我们听完的时候就决定不行的 他说针石的收入叫做小孩子的收入 小朋友的收入 听完以后我们很有感伤 是真的 小朋友的收入 因为安立他的收入无限制的 没有收限 我们的收入这样叫小朋友收入 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 我确定的目标 再也不能没有目标 当一个人没有目标 别的团队真的是灾难 所以我当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想 不行啊 一定要带着团队 然后好好的努力 那我就在想 韩英姐为什么都不快成功 因为她很棒 她言听计从 我每次都想到 是教我什么 我有言听计从吗 我不见得有 记得这一次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本来5月份要回来 5月25号的飞机票订跑了 老师知道我5月25号回来 那天就这样下午 就做了一个训练 40分钟 就是告诉我 到底回来重要 还是老师的会议重要 各位朋友 你买好机票的 你过去的我一定会照着我的想法 我就用我机票也买好了 我就飞了就走了 但是当老师那天讲完的时候 我决定改机票 改机票花很多钱 要多2万 但是说真的 钻石的收入 那2万还无所谓 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 叫严听计从 因为我看到韩姐 为什么在一个进来 跟我们的时间也不会差很多 她也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她 她就飘飘飘一直上来 原来她真的严听计从 我们是严听 没有计从老师 都计从自己 这是过去的我 一定要坦白重宽 因为我觉得以前 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假如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我们的口袋应该是满的 为什么我们的想法是错的 只有停留在钻石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说 哎呀 老师讲的 我只能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听话 相信 照着做 这几句话好简单 但是要做到 确实需要时间 也需要你自己 就是人家做过思考 所以我就决定改了机票 第二天老师看到我 宝贝 你决定怎么样 我说老师机票改好了 老师听完的时候 这样子我才可以带你 听完的时候有点担心 老师说假如你不听话 不带你 请问一下 老师的线几百个 老师可以不要我 我不能不要老师啊 你说对不对 我怎么可以没有上线啊 你说 这不重要 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听完的时候觉得 我的决定是对的 所以数数为什么留的 留那么久 他也是一样言听计从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事业真的很奇怪哦 家里真的是听话 你照着这样一直做 你很快速的会成功 我记得我前面的 七年的时间上钻石 应该说 我那个时候是蛮单纯的 也蛮听话的 也没有自己的想法 做到上面的 做起来的时候 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停了 二十年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而且很恐怖 我觉得什么时候去顿布 你什么时候开悟 你开窍了没有 我真的是 那天老师讲完的时候 我终于开窍了 我真的开窍了 而且还跟中国大陆很多的朋友 在一起聊天 我们的费婚啊 我们一起在 一直在聊天 聊什么 聊目标 聊跟着老师 就像刚刚我们费婚在讲 老师很奇怪 就把法国的那个导游 就把他带得很好 然后就把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那个阿嘎 也带得很好 我刚刚我都有看到他们啦 我就觉得 还有那个医生 为什么 因为老师高尚的情操 老师给他们的方向 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叫做稳健的 所以他们听懂 他们看懂 假设我们很早会看懂老师 然后看懂老师 是这么样棒的一个人 你看全世界第一耶 我们现在拿一个超 有像我们超完这么好 全世界第一 老师已经这样子的年纪 老师年纪17岁 我有讲17岁哦 没有讲几岁哦 这样的年纪还在努力 我们要不要很感动 我们真的是很感动 多少的团队 他们这个上面的人 都觉得再也不会去努力了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够了 但是我们老师 收入谁比老师多 但是老师为什么还 不断不断的在做给我们看 就是要带动了我们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是跟学的时候 你会有能量 你很自然 你就有胆量 以前可能我们再讲一讲 会觉得没有力量 也没有胆量 是因为没有真正的跟随在老师的身边 所以我这一次发现到一件事 就是这样子跟跟跟 我上一次跟一次 这一次又跟一次 我就觉得跟随真的是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要当团队的保姆 还是当团队的教练 还是当团队的榜样 真的一个好的领导人 老师刚刚有讲是榜样 我希望我是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是一个好的榜样 所以我这一次跟随着老师的时候 我就想到 韩姐为什么这么快成功 因为她言听技巧 第二个她最棒的一点 她不是只有言听技巧 她还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先信后解 我们很多东西都不见得会相信 真的 就是听一听说 是这样吗 会很多的疑问 为什么会先信后解 她四年就上了广观大使 我们就是没有做到这样 最重要第三个就是紧密联系 接上补短 我觉得韩姐她的成功 有这么简单的这几个 我们只要照着做 别一跟着做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你说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来安逸的时候 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 也没有想要成功的人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专房业的老板 所以她对我讲了一句话 就说我赚钱你花钱 但是你知道吗 安逸事业救了我们 假如没有做安逸 我老公没有看懂安逸 中间的时间有太多的 太多的起起落落 她我们股票输掉了一千多万 假如没有做安逸 我们一千多万去哪里啊 还是还好 八年的时间 我们把一千多万都横完了 再买了两个房子 所以你们觉得 安逸事业到底是什么 她给了每一个人机会 她是一个助人的事业 所以老师讲的那段话 我深深体会 是因为我们走过了这一段 所以我这一次跟随的时候 我深深去体会 我们为什么 我们西里老师会这么快啊 这么好啊 然后我们的Andy 他们他是老师的左膀右肺 帮老师做了很多事 所以他们会 看懂 会做得很快 那我们做得慢 是因为我们没有付出 我们没有做很多事情 所以当我这一次 去跟随的时候 我真的去体会到 老师的教育是多么多么的伟大 就像那天我听我女儿讲 我是一个不爱看书的人 然后就像我每次跟余真讲说 你看书 你念给我听 我听懂了 我就懂了 不懂再问 因为看书 我看了两遍就睡觉了 所以我不大会看书 那我女儿有一天说 她看了一个洛特菲勒 写给她儿子的38封信 她看完了 她讲了一句话 她讲说洛特菲勒 是洛特菲勒 我没有做完 各位朋友 对 她说她为什么能够 很多人说富不够三大 对不对 富不够三大 但是洛特菲勒 为什么能够七大 然后她培养了一百七十个名人 我们的 就像我们陈老师跟季老师一样 我们老师培养了几百个人的名人 中国大陆美国还有 刚刚那些上台那些都是名人 他能够培养多少 不只了 所以你们觉得我们老师的理念 跟洛特菲勒是一模一样 他注重学习 注重教育 注重团队 注重每一个人的品格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老师在阿力事业里面 能够做的世界第一 是因为老师他懂得教育 那我在老师身边 我就学了老师怎么教育 每一个人 像我是一个不会教育的人 我也不会 老师都说我不会 我真的不会 但是我有团队 我们感谢我们有超团 这么好的一个团队 这么好的兄弟姐妹 大家在一起 我都不会害怕 是因为有这么多人能够帮我 我是一个很为不足道的 而且也不是很会做 也不是很会讲 像他们都很会讲 很会做 所以我都可以借他们的力量 你说对不对 各位朋友 在超法里面 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你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给自己一个掌声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能够在安逆这个事业 也能够在我们的老师的代理之下 假如没有老师 我一定不是现在的我 我是一个很没有 我没有读什么书 然后没有什么样的 真的好的背景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听话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才去顾当这么一点点 所以老师就讲 你开心你就会开悟 开悟你就开窍 开窍你就会开运 各位朋友 我们有没有开窍 前面那么多的朋友在分享他的经历 开窍了没有 有 你有共享吗 有 我们有共享 好好的努力好不好 好 我的时间又到了 我赶快去上下 没办法 那下一位是我很亲爱的姐姐大姐 当时她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速度很快 我都说关她 她速度很快是她的事 她爱钱 我不是那么爱钱 我也不要那么努力 她那么努力就那么努力 我不会那么努力 我就这样子一掀纳 这是以前刚刚她进来的时候 但是你知道吗 我看我们的大姐真的是 不太努力她把家也 经营得很好 把孩子也都教育得很好 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讲 我这一次去美国 我把我孙子带去 我孙子去的时候 整个半天腹地的改变 她今天也在现场 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站起来 揮揮手 Jerry 小宇 你在哪里 我的孙子是因为去美国 改变她的想法 你们觉得老师的环境 创造了这么好的环境 让我的孙子 所以我现在第二代在做 我的女儿已经做到蓝宝石 我的儿子做到明珠 这个是明珠的儿子 他现在刚刚开始进来要努力 就才刚刚回来 回来就开始很努力 我觉得很棒 你有没有觉得发现到 家里不是安利 怎么可能让孙子跟奶奶一起呢 你说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太多了 不能再讲了 只能说我这个大姐 她也把她女儿也带得很好 家传承得很好 那我想我的大姐 她有更多的好的消息 要跟各位分享 那我们用前提